注意看这个男人 别人只是跟他握了一下手 他就立马掏出了洗手液 老金有着严重的洁癖 今天是他在银行工作的最后一天 像往常一样 他打开了金库的大门 运钞车也准时到达 一切都是那么的井然有序 运钞员把四代现金放在了金库中 然后让老金签个字 听说老金明天就要退休了 运钞员向他表示祝贺 可等他一走 老金又掏出了洗手液 但就在这时 奇怪的事发生了 运钞员没走几步 直接口吐白沫倒在了地上 工作人员赶紧跑到金库一看 老金也出现了一样的症状 救援队迅速赶了过来 运钞车上的工作人员一脸懵逼 见到搭档迟迟没下来 他赶忙询问楼里发生了什么事 他很想上去查看 但他不能离开运钞车 此时的老金出现了严重的肌肉痉软 队友一看 认为这是神经毒气的症状 这引起了队长的警觉 他命令队员赶紧后退 不要和患者接触 并让所有人做好应对化学毒气 散播着准备 但就在这时 金库的大门开始自动关上 黑姐为了救出里面的老金 义无反顾地冲着进去 但没等到出来 大门就关上了 就这样 黑姐和老金被困在了金库里 队长让工作人员打开大门 但保险库是定时装置 只能等到明天这个时候 才能再次打开 除此意外 就只能联系保险库公司了 就在这时 队长通过监控看到 里面的黑姐也出现了同样的症状 情况变得十分危急 不久 生化危机处理队也赶了过来 他们迅速在外面搭起消毒站 队员尝试用切割机来打开金库 但显然不行 为了保障里面的人有足够的氧气 他们断掉了银行的电源 然后开始在金库的大门上钻孔 银行的所有员工都被带去消毒 然后换下衣服 被送去医院隔离 另一边的救援队 也终于钻出一个小孔 他们把管子放进去 然后打开电源 开始给金库送氧气 保险库公司的技术员 正在想办法远程开门 但他们不能干等 队长连续到一名工程师 工程师通过各种关系 成功拿到了银行的构造图 工程师发现 由于金库是后建成的 有一面墙用的是原来的建筑 也就是说 这面墙可以直接打通 说干就干 救援队拿了工具 准备打通这面墙 他们开始在墙上钻孔 另一边 运钞员被送去了医院 银行的工作人员 也全部被送去了隔离病房 而就在这时 不好的事发生了 运钞员没有抢救过来 已经没了脉搏 这也意味着 事情比想象中的更糟 队长也在第一时间 得到了这个消息 他们必须加快进度 眼看脚车根本拉不动 着急的队员 决定直接用消防车 随着马力拉到最大 墙上开始出现裂缝 很快 墙起就被成功打通 队员赶紧冲了上去 就在同一时间 保险库公司的技术员 也成功远程开启了大门 救援队也是一脸懵逼 工作人员赶紧进去 把他们救了出来 但让人奇怪的是 他们的症状竟然消失了 很明显 并不是神经毒素引起的 当他们忙了一天 回到总部后 一辆警车冲了进来 警员们开始搜查消防车 果然从消防车的储物隔离 找到了丢失的30万现金 难道消防队 表面上是在救人 实际上是为了盗取银行的金库 这是救援队 经历的最大一次劫难 在一次银行金库的 救援行动中 丢失的巨款 竟然在消防车内被找到 所有人都有嫌疑 队员决定去银行寻找线索 由于金库被破坏 工作人员正在清点财物 然后转到其他支行 当天发生的每一个画面 都在黑姐的脑袋浮现 这时他低头一看 发现了老金的那瓶洗手液 警员得到消息迅速赶到 并赶紧拿去化验 黑姐认为 洗手液里可能含有毒素 下毒的很有可能就是老金 而就在这时 银行经理发现 金库里丢失了价值600万的钻石 也没有上锁 警方开门后发现 老金已经死在了地上 在他的身上也没有发现钻石 难道是同伙抢走钻石 然后杀人裂口 案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很快 洗手液的检测报告出来了 里面含有蝎子毒 黑姐一下就想到了一个人 那就是消防队里的修理工老张 老张患有严重的关节炎 但最近他的病情有所好转 说是寻到一处偏方 里面就含有蝎子毒 这天 所有队员用剂引老张上钩 事情败露的老张想要逃跑 随之警方早已堵在门口 将其当场抓获 老张怎么也想不到 运钞员对蝎子毒过敏 白白搭了性命 真相开始浮出水面 银行经理老金 曾经是他的姐夫 得知老金快要退休 他们便密磨了这个计划 老金作为银行内应 在金库中制造混乱 趁着大家的关注点都在金库上 老张借着混乱 假扮工作人员 让运钞车司机下车去消毒 自己折偷偷潜入运钞车 偷走了30万现金 然后藏在了消防车里 接着扔掉衣服 潇洒离开 但他怎么也想不到 当他来取走现金的时候 已经来往了一步 现金已经被警方提前找到 而举报者正是老金 因为老金是个双面间谍 他之所以同意这场计划 并不是为了30万现金 而是为了金库里 价值600万的钻石 为此他经常闭眼练习 寻找钻石的位置 以便当天切断电源后 能顺利地偷走钻石 他以为一切都在他的计划当中 但事故当天还是出现了意外 那就是黑姐不顾性命地 冲进去救他 这打乱了他的计划 他不得不将黑姐毒晕 电源切断后 老金将600万的钻石洗劫一空 并在顺利逃脱后 在医院举报了运钞车抢劫案 他本可以逃到国外 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 但没想动作不够快 同伙找上了门来 觉得被出卖的老张痛下杀手 并抢走了钻石 但老张什么都承认 就是不承认杀了老金 抢走钻石 那价值600万的钻石 到底去了哪里 停尸房里 法医开始检查老金的身体 就在这时 奇怪的事发生了 丢失的钻石 竟然藏在了老金的胃里 原来事故当天 老金直接将价值600万的钻石 吞进了肚子 完成了一场精妙绝伦的盗窃 但他怎么也想不到 价值600万的钻石 竟直接要了他的命 人太贪婪 果然没有好下场 整理人太贪婪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